国内华裔企业家尤叔夫汉卡 昨天就有关国内火葬场 趁机发国难财 逐渐了以盈利为目的的团伙 并且提高新冠尸体火葬价格仪式 表示愤怒和不满 兼任直林金火葬场基金会 培训人的企业家尤叔夫汉卡 昨天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了该消息 尤叔夫表示 火葬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团伙 他们将一些其他宗教的新冠尸体 火化的价格提高 对此他表示非常的愤怒 尤叔夫汉卡表示 如果自林金火葬场 有不法分子和敲诈分子 请理解报告 他也承诺根据死者村长和乡长 出具的证明 可向那些负担不起的民众提供帮助 我已经承证明了 从今天开始 明天 明天 19 Juli 2021 为取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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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我们学习 我会 muito合在你们 我会助你的